没有意外,提及休闲时间最想做的事情,与圣洁县最先想到的还是滑冰。 哪怕是在休闲的时间,虽然还有其他的几个固定选项,打游戏,听音乐和研究耳机,但想滑冰依然是排在一切之前的第一位。 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,右脚踝的伤还没有痊愈,不能正常训练。 说实话,我现在只想滑冰,赛季期间我没有太多时间用来放松,因此我还想多玩一些游戏还有听音乐,也想多了解一些耳机的信息。 总之,现在很想滑冰,体验花样滑冰特有的滑行的感觉,也想要倾注自己此刻的情感,痛快淋漓的滑行。 这段回答让人想到,2020年初,蒙特利尔花华世锦赛因为疫情取消时,记者采访与生结线的教父B.O.叔的一段采访。 当时记者问及,这样U组是否可以拥有一段休息时间了? 结果得到了B.O.叔这样的回答,休息,他已经8年没有什么休息了。 除了前两年,脚伤要休养以外,赛季结束之后,通常也都是直接飞回日本开冰演。 冰演结束之后,又会立刻飞回来训练。 一转眼,现在已是2022年的5月,距离B.O.叔说这段话又两年过去了,又一个新的奥运周期开启了。 日复一日,岁月漫长,但属于于生结贤和他的花花的一切,却依旧如常。 承载了于生结贤所有的幸福与不幸的冰场,很多人看来也曾狠狠辜负了他的努力的冰场,依然是最能吸引于生结贤的地方。 于是我们会想,花花对于生结贤是软肋吧,但也是盔甲呀,果然还是想滑冰呀。 2022年北京冬奥,在结束了所有比赛,召开了艺人新闻发布会之后,于生结贤拖着受伤的脚踝,违背着医生的嘱咐。 痴痴止痛药,在训练场的副馆连着几天进行了几场特别的花花秀。 从格军魅影到罗密欧与朱丽叶2.0,从希望与遗赠到白鸟湖,甚至还有年代久远的青少年时期的帕格尼尼狂想曲。 他一曲又一曲唱快的滑着,这些年他从年少到现在滑过的经典曲目,一点又一点的补齐这些节目中曾经有过的缺憾,肆意潇洒唱快淋漓。 那几天,有幸在现场的志愿者惊呼赚到了,有刚入坑的粉丝不理解他不要自己的脚了吗? 有媒体猜测,但这是表演滑,到底要滑什么曲子还没有定下来吗? 但更多熟悉他的记者,多年关注他一路走来的兵迷们都知道,除了那些说出来的理由之外,那几天的那几场训练表演,也许更应该被视作是与生结弦的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。 北京冬奥所遭遇的意外,受伤,不甘懊悔,种种的种种带给与生结弦的身心的打击,原非那句为什么努力无法获得回报就能涵盖。 如苦行僧颁复出一切,但却无法得到回报的痛苦,是除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无法理解的,能伤害与生结弦的只有花华。 职业生涯数十年,与生结弦抗争与挑战的,又何止那些诸如4A一般的难度跳跃呢? 更不止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,当然还有更多有形与无形的东西。 花华带给她多少幸福,就几乎等同于带去了多少痛苦。 2020年四大洲上关于当下花样滑冰的环境的质疑,诉说的是属于她的骄傲与坚持,似乎也能成为花华是与生结弦的软肋的最好诠释。 现在只要做了高难度跳跃就万事大吉的花华,我并不想去从事,我想说不是这样的,我所期待的花华是,嗯,怎么说? 我曾经想过努力去对抗规则,因为在我看来,它逐渐变成了定位不同的体育运动,所以我希望想办法在我心里拿回来,这与世界如何,规则如何无关,而是作为我自己想要从事的体育运动。 爱的软肋正是如此,小心守护却又轻易就会被伤害的,不过是因为捧出去的是一颗滚烫的心,穿上冰鞋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,可是这份容易受伤的爱又是如此的强大,强大到可以成为护佑余生结弦,披荆斩棘,一路前行的盔甲。 还是2022年北京冬奥,时间来到2月10号南丹自由华的比赛现场时,彼时戴伤上阵的与生结弦,神色中却丝毫不见,不安慌乱。 他在后来自己解说自己的这段节目时说,上场的那一刻我什么都不怕,穿上冰鞋就没有办不到的事, 就像他在2016年世锦赛上说过,并表现出的那样,滑冰让弱小的宇生结弦变身强大的勇士。 如冰迷们所见,身族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,宇生结弦几乎没有几个赛季是满血状态的,伤病、事故,不断挑战极限,挑战高难度带来的受伤。 不仅北京冬奥,让宇生结弦拼上绝地的赛季,比赛不在少数。 但他几乎每一次都是紧了紧鞋带,重新冲了上冰。 你说这人不风魔不成活,可你却不知道热爱极度的热爱,已经为他披上了隐形的战衣,让他无比坚强,让他即便战败,也会保有骄傲与纯真。 软肋与盔甲都是因爱而生,爱让于生结弦无惧又无不,而我们爱着他的热爱。